來 準備看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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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看線的中間 這樣也可以 退到你的眼睛 可以看到白色框框 S型彎道堆起貨物倒車 學員聚金會神 按照教練指示 每個步驟精準操作 屏東縣政府圓民處開辦的原住民堆高機培訓專班 去年一開班 30個名額就吸引200多位族人報名 因為報名人數多 最後必須抽籤決定錄取 而完成培訓的學員超過六成 通過堆高機證照考試 並從事相關行業 今年再度開班 希望讓族人在就業市場上更具競爭力 考過證照的人是半數以上 那在這個部分他們 在職場上有針對這個區塊去做的 也佔多數 今年會再辦第二場 是因為供不應求 那為了滿足族人的需求 及那個拉郡和人和族人之間的薪資 所以我們在9月底至10月初 又會再辦第三場的堆高機 大貨車工廠作業員倉儲管理等職缺 需要具備堆高機證照比例越來越高 根據屏東縣原住民就業站統計 目前南部高屏地區 徵求大貨車駕駛 職缺為例 超過兩成比例需要具備堆高機證照 同時擁有證照還能進行薪資調升 許多在此與大約中的部落居民都前來參加培訓 大約差很多 因為外面要去考的話也要自己繳錢 所以剛好有這個福利來參加 我為了工作 現在工作像我們這種要從事餐館的 一定要有那種推高機的證照 因為我去應徵餐館 很多都是因為沒有證照都沒有被錄起 證照時代來臨 越來越多勞工利用工作之餘 學習第二專長或強化工作技能 迎合多職能工的時代 希望透過培訓提高部落族人薪資 也能增加族人就業面試時的籌碼 獲得雇主青睞 記者哥社屏東內埔採訪報導